兩個遠不一樣 你會發現右邊的轉比較快 其實落差不夠大 我應該讓它落差更大 所以就更明顯 這個讓你看一下 所以你等一下做完有空再來派貨路 那這個也是 這我是分享兩個比較特殊的出輪 像右邊是極向 推到最高點突然掉下來 那左邊的是我轉移圈那三次 上下三次 就比較雀躍的 這個老師等一下有興趣可以翻看看 然後你看一下這個 這個我是告訴你 就是我剛剛TPT有告訴你 脫衣上去完全卡死 沒有算好這個高低差 那事實上我們轉動不一定要在正中間 可以貼下面 因為上面有卡一個大概嗎 對 所以這個也可以讓老師們知道 阿若學不知道咧 他設計也不知道自己要做什麼 轉中間 轉中間 我說轉中間是先練就是跟所有人一樣 先把今天進度跑完 就在後續設計 類似這樣子 那左邊這邊就很明顯 你突然越大 肩差越大的 上下就越高 這也是做的不是很明顯 所以那時候做完之後 就不想做第二次了 然後老師看一下這個 這個特色在哪裡 這個我是透過跟各位分享 有三個不會旋轉 有一個會旋轉 因為事實上凸人在帶的時候 你即便把凸人放在正中間 你現在側上下很穩 那因為有灰塵 他會不自覺的 還是會轉動 那有三種方式可以強迫他不要轉 第一個我可能就靠邊 我讓他靠邊 這個板剛好靠邊 便不會旋轉 第二個就是用規則形狀 不要是圓形 也是卡死 炸了兩根肘 等一下老師先看兩根肘 我們看影片兩根肘 就強迫爬死 那還有另外一個 我前面有搶一個摸日型 爬在圖輪上面 你在轉的過程中 他也是上下 那時候在想的時候 忘了放這個 不然應該放在一起 放在一起 這個老師可以看一下 我們最後你做完 在派會裝飾示範的時候 老師可以來看一下 然後我們再看一下什麼 這個比較特殊的 這個是用驅屏 你這樣帶我們 像這個手擠塔的樣的方式 然後這個 這個是左右 這個是左右 左右的方式 他是擠塔 等一下老師有興趣 也會自己看 然後這個左右會變成 這一邊的左在正中間 這樣左會偏一邊 會偏一邊 他利用 有一塊板子在這裡 讓我租輪的推過去 推回啦 就這樣 然後他那板子就左右 左右 不然一般你是租輪在下面 左右 他變左右 左右這樣控制 這個剛好是比較不一樣的 老師看一下 那最特別的應該是 因為 刮齒輪 可能 做 你要用車床 你要美光刀 沒有車床 你給他用美光刀 就慢慢笑笑 形成那種螺旋字 那種刮齒輪有沒有 那我後來看到影片 他們在做那個機關網 用鋁線 鑽一個洞 鋁線插上去 那可能用粗一點的鋁線 繞 繞成螺旋的形狀 這樣這時候 你這樣轉的時候 你左邊這個 老師看左邊 你們右邊這個 你轉一圈 他動一點 那這個是 這裡有八格的 所以你要轉八圈 他才會轉一圈 所以有時候我們跟學員講 你就是要做到 就會讓我們猜不出 你裡面的機構是什麼 那就是我 分數就會 高 這個老師等一下可以看一下 然後 再來老師看一下 我有跟學員分享 你可以做方圍形的 這樣最快 有很多學員 可能做方圍形的 然後再來 你可以這樣子 推高